話說今天睡醒 下去白街買菜 想露兩手 生氣 家裡廚櫃是空 剛巧夠電子印花 可以換Buffalo 立刻認領那些工具 拿回家用 回到去第一件事 就是去斬雞 這把輕身又夠踏馬 就絕對適用 記住秘訣不是大力 而是要斬對位 油鹽糖 醬油 米酒 醃肉 都是這個班底 栗子加滾水給五分鐘 等它泡透隔水之後放在毛巾 將麵皮撕走 沖乾淨就放入蒸籠中火蒸十分鐘 本身個心冰凍 現在入口即溶 沖蒜薑片沖頭中火放入平底鑊 雞件放入去這麼大斬多隻都擠得落 醫療級不受過五層鑊 煎出黃金外殼 下栗子炆十分鐘 香味香被撲 最後打個獻 and we ready for dinner 過獲根本不會貼底適合所有beginner 吃不完還可以給女朋友上班大飯 一套好廚具可以發揮的宇宙是無限 去白街買菜 食環一定操電子印花 夠數加幾塊水換個心鑊給媽媽 律子炆雞腦飯再剩多半斤下 想吃細產還可以下去煎多快扒 去白街買菜 食環一定操電子印花 夠數加幾塊水換個心鑊給媽媽 律子炆雞腦飯再剩多半斤下 想吃細產還可以下去煎多快扒 我算是 reform靡刻之外